他们是隐藏在暗处的神秘黑手 你不付给我们保护费 我让你不能用赢 他们会以意想不到的身份突然出现 三楼市公安局的 赵海公安局的行踪黑 他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 你长走了 然后开始 拨开重重迷雾 揭穿暗藏黑幕 敬请收看平安365系列节目 电信网络诈骗大揭秘 画面中的这位男子 名叫郭建林 今年49岁 是在苏州打工的安徽人 郭建林和他的妻子余秀丽 已经结婚20多年了 婚后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都是女孩 其中最小的女儿 也已经上了大学 虽说三个女儿都很懂事 然而没有儿子这件事 对于郭建林来说 始终是个解不开的心结 随着年龄的增大 想要一个男孩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考虑再三 郭建林决定再找一个女朋友 为自己生一个儿子 对于郭建林这种近似荒唐的想法 妻子余秀丽自然会提出反对 但是郭建林三番五次的劝说 无奈之下 妻子也只能由他去了 万丈年我有三个女儿 你要想走 你就走 自然你走了 就以后不要再回来 有了妻子这种无奈之下的默许 郭建林随即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 她在一家争魂网站注册账号没多久 遇到了一位主动和她攀谈的女子 这个女人名叫杨雪芳 1988年出生 比郭建林小21岁 老家是四川的 这是杨雪芳发过来的照片 郭建林对对方的长相十分满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 互相以老公老婆相称 女的声音 说话很跌的 包括电话声音都很跌的 在交往了一个多月后 小芳主动提出想到苏州来打工 对于这个建议 郭建林自然是非常赞成 然而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 小芳希望老郭能为自己购买一张火车票 于是算了一下过来的行程 包括路费和零花钱 郭建林一共给小芳汇聚了1900元钱 然而第二天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电话 彻底粉碎了老郭的美梦 他说我是西安医院的 你有一个就是这个朋友 阳学房是把我说是的 他讲人家已经昏迷不醒了 急救难为 这位自称医生的人来电话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通知郭建林 小芳暂时去不了苏州了 二是希望能够帮忙把手术所需的费用支付了 人命关天 郭建林没敢犹豫 立马又汇聚了6000元钱 但是从那以后 小芳的态度和之前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就从口气当中就是发现已经被骗了 人家这个人家口气就是不在乎 通过小芳和自己说话的语气 郭建林感觉自己被骗了 于是到派出所报了案 根据郭建林提供的线索 民警很快发现了破绽 警官给我一说说 你看你这明明明显是假的 这身份证是PS的 打印的和这个名字 你看他的明显的模糊 通过对杨学芳收款银行卡进行查询 发现取款地点为山西省进中市 于是苏州市公安局立即安排警力前往山西 经过几天的摸牌蹲守 最终锁定了嫌疑目标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 其中女性3名 其余29名全部为男性 这个人就是冒充小芳的嫌疑人 名叫胡文玉 今年33岁 老家是四川省滋养市 郭建林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初跟他通话的小芳 竟然是一位男性 之所以听上去是一位女性的声音 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变声器的设备 好 现在电话打通了 我去听一下 喂 你好 喂 能听到吗 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喂 在了解真相之后 郭建林既懊悔又生气 原本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 却因为自己不安分的想法 给了骗子以可乘之机 不仅损失了钱财 而且还浪费了感情 这是一时分头吧 这是一时分头 现在后悔了 平安365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一 网络交友必须慎重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对方发来的各类图片 二 在彼此没有充分了解之前 最好不要给对方汇款 没有从医资质 却在网上兜售药物 两年来 他用什么剂量四处行骗 那个药的女人有很好的效果 疗效 受害者达500余人 银行流水上千余条 疯狂作案两年 却无人报案 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 背后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 平安365系列节目 电信网络诈骗大揭秘 正在播出 电信网络诈骗大揭秘之 伪造假身份 迷惑患者 只收钱不发货 今年55岁的刘女士 患有慢性风湿病 平时十分留意网上 有关治疗风湿病的信息 2015年4月的一天 刘女士浏览网页时 一个名为 特效风湿鼓壁中药丸的帖子 引起了刘女士的兴趣 按照帖子上的提示 刘女士进入到发帖人的QQ空间 在这个QQ空间里 不仅充满了对这种特效药的肯定 还有对医生高超医术的赞誉 刘女士也动了想试一试的心思 正在这时 网页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要求加刘女士为好友 他加我的 真的我的这个心状 才能描述的挺好的 随后 刘女士拨打了网页上的联系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名南方口音的男子 这名男子自称赵医生 在了解了刘女士的病情之后 为他推荐了一种 治疗风湿病的特效药 随后 刘女士将700元钱 打入了赵医生提供的账号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刘女士却什么也没有收到 拨打之前的联系电话 对方的电话却变成了空号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的QQ号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顿时让刘女士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于是她急忙报了警 根据刘女士介绍的情况 民警将赵医生的网站名称输入到百度 进行相关搜索 搜索的结果 却与空间里的评价大相径庭 然后后来网上百度了一下 中医世家 很多网友都反映这个是个骗子 从网友的留言来看 早在两年前 这个所谓的赵医生就在网上实施诈骗 诈骗数额从700元到1500元不等 就是通过那种卖药但是不发货的方式来实施诈骗 然后在受骗人在跟她联系的时候 她的QQ 她的手机号码 全部就给她全部落黑了 就联系不算了 由于刘女士的受骗金额只有700元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 诈骗金额的量刑起点为6000元 如果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只有刘女士的这700元钱 那么只能对嫌疑人实施治安处罚 尽快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确定涉案金额成为抓捕嫌犯的重要环节 所以民警加大调查力度 尽可能寻找过去的受害人 经过一周的电话回访 警方终于联系到了三十几名受害人 这些受害人都为警方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过 抓捕行动并不困难 由于赵敏使用的银行卡以及手机号 全部使用的是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住处 赵敏男45岁 江苏省苏州市人高中学历无业 年轻的时候 赵敏就对中医养生之时蒙生了浓厚的兴趣 曾尝试运用针灸推拿等中医手段为患者进行治疗 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他模仿别人的网站对自己进行虚假包装 很多中医世家我发现网上面查 他们的人气很大 而且都在卖卖药 我就想跟他们模仿 随着对金钱的贪欲不断扩大 利用中医世家这块假招牌 赵敏逐渐走上了只收钱不发货的违法道路 平安365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一网络销售药品必须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证 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并且只能销售非处方药 二如果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切勿因为损失金额不大而放弃报警 本分青年突然遭遇公安部门电话调查 第一反应就想证明自己清白 一时疏忽卡内余额瞬间归零 问我卡内有多少钱 检察院网站经线管束冻结令 关于这个孩子的资金的一个管束冻结令 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狡猾骗局 平安365系列节目电信网络诈骗大揭秘正在播出 电信网络诈骗大揭秘之 谎称社保卡被异地消费要求受骗人转移钱款 家住江苏省太兴市的小刘 是一名电脑维修工 2015年8月22日 小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就接到一个医保中心电话 然后就说我的身份证办了两张医保卡 在天津的西清区 透支消费8000多块钱 让我查一下 小刘一直在江苏太兴生活工作 从来没有去过天津 怎么可能有天津西清区的社保账户呢 电话中的工作人员告诉小刘 这张社保卡有可能出了问题 并表示可以帮助小刘报警 随后电话被转接给一个自称赵警官的人 赵警官首先让小刘通过114查号台 核实他的电话 随后赵警官告诉小刘 他的社保卡涉嫌洗黑钱案件 目前正在被公安机关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 小刘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 心里面总共有点害怕的 又没有遇到这事 然后又想 第一反应就想证明自己清白 电话那头的赵警官告诉小刘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小刘必须无条件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 首先要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安静地方 然后按照提示进行相关操作 返回宿舍后 赵警官再次打来电话 问我 你随分证的使用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你在后面办了几张银行卡 卡内有多少钱 是我开通网上银行 我说只有一张中信银行卡 卡内有四千三十四块四毛二元 开通过网上银行 按照赵警官的要求 小刘转走了银行卡里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 小刘突然醒悟 知道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 于是急忙报了警 太兴市公安局 黄桥分局的杨警官接到报警后 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刘的手机又响了 我说接吧 我说你就当 你就不要说你到公安警官来办了 我说看到下一步想干嘛 然后他就继续接电话 按照电话中的指令 小刘打开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竟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网站 按照电话提示 小刘打开了网站内的一个文书 其中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 然后他说你看到了吗 然后点击进入嘛 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个是 天津市西街公安分局 关于这个孩子的资金的一个管收冻结令 在这张管束冻结令中 有小刘的身份证照片 身份证号码 以及检察院的公章 此时 小刘庆幸自己报案及时 否则一定会再次上当 那么如此逼真的虚假网站 骗子是如何克隆出来的呢 他这个页面呢 其实就是套取的一个正规的一个网站的页面信息 两边呢 他这个悬浮窗里边的一个信息点开呢 就到这里边了 公安部什么专举通讯呢 就是他那个钓鱼的页面 然后这摄案编号 摄案编号的话 一般都是他比如说 他那个在电话里他会告诉你 他说你这个 或者是他会发短信的时候 一块告诉你 就是说你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然后查询摄案编号是多少 然后输入进去之后 你点印上查询 他就会调整到 所谓的就是他的那个通计模板 比如我们说到这种信息的话 如果涉及到官方的 那就可以从网址上来看 虚假的网站 他的这些链接 跟这个官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种GOV.cn是必须得是政府认证的 页面的话 他可能可以仿造作为一个模板 但这些网址的话是莫忘不来的 正常的这种就政府机构里边 他这网站里边肯定不会让你去进行 所谓这种比如涉案的内容查询的 或者通讯令查询的 这种肯定不会有的 评论365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一 公安部门不会通过电话告知违法刑事案件 可以拨打当地公安部门电话进行核实 二 对于对方提供的官网网址 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搜索 并核对网址名称是否一致 2016年8月21日江西城九江市休水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一座老桥突然垮塌 造成正在桥上行驶的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小面包车坠入河中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时 面包车上有两人已经脱险上岸 其余三人被困车内 指挥员立即派出水晶较好的战士携带救生衣绳索进入水中 配合在场的救援人员把车子拉到岸边 接着利用液压扩张器将车门逐个进行破拆 一个多小时后车内的三人被抬出 但遗憾的是三人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平安365提醒相关部门 老旧桥梁要经常进行检查并及时进行加固和修补 避免给桥上行驶的车辆或行人带来危险